义父们完结蚊蚁缝上 你们爱看 我就拼了命的爆肝 祝您顺风顺水顺财神 出门欲桃花 今天的如烟学妹你能打几分 还请义父们调整好坐姿 精彩蹲坑故事现在为您开启 柳如烟为了救她的白月光 眼睁睁将我留在火场死去 被火光吞噬后 我重生回到了她向我表白的那一天 在众人起哄的声音中 我拒绝了柳如烟 走向那个眼神落寞的少女 然而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颤抖着声音说道 不是说好长大后要娶我的吗 我睁开双眼 看到柳如烟含笑捧的一大树玫瑰花 看着我 可我脑海中涌现出被大火吞没后的记忆 看着柳如烟俯走了她的白月光衣腾成 她走得绝绝 没有留下一丝眷恋 绝望中 我祈求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再选择她 甚至希望离她越远越好 我和柳如烟从小青梅竹马 全世界都知道我对她有好感 高三当开学 她在晚自习下课后向我表白 当时我以为我们是两情相悦 终于揭开了那层窗户纸 后来我才知道 她只是为了赌气而向我表白 在上大学甚至毕业后 她一直与伊藤成纠缠不清 在每一次二选一中 我都是被抛弃的那一 那时我终于醒悟 提出了离婚 没想到 在火灾发生时 伊藤成上门挑衅 我祈求的眼神却等不到救援 只看着柳如烟拉着伊藤成头也不回地离开 那一刻 我的心彻底死了 因此 在众人起哄的声音中 我拒绝了她 热闹地操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上一世 我一直是柳如烟的根屁虫 追随她 关心她 甚至每天给她带早饭 体育课室我给她送水 为她准备文具 帮她整理试卷 晚自习后等她一起回家 懂的人都懂我喜欢柳如烟 柳如烟的脸瞬间沉了下来 她质问我 纪博达 你再说一遍 我淡淡地看着她 冷笑着说 再说一百遍我都是那句话 柳如烟 我不想做你的男朋友 我也不喜欢你 我已经高三了 现在的我只想好好学习 我的话让全场人 倒吸一口冷气 人群里有人小声议论 信我是秦始皇 都不能信纪博达 不喜欢柳如烟 当众被拒绝后 柳如烟的脸色 变得像猪肝一样难看 我不想成为人群的中心 转身准备离开 却被柳如烟 紧紧拽住手腕 她压抑着怒气问道 纪博达 你发什么疯 我冷冷地回答 发什么疯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她才对 一腾成来找我的时候告诉我 柳如烟会向我表白 只是在她那里受了气 两个人冷战后 一腾成又找了他们班里一个女生暧昧 柳如烟气愤地扭头跑来向我表白 她笃定我是喜欢她的 不会拒绝她 她利用我的感情 只是为了让一腾成在她面前服软吧 我低头看着已经红肿的手腕 一根根掰开她的手指 然后指着站在人群最后的人说 不是喜欢她吗 你们两个人赌气拿我几天吗 你们当我是大冤肿吗 任你们摆布的吗 我冷笑着问道 柳如烟愣在原地 眼神注视着一腾成离开的背影 然后警告地看着我说 纪博达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干嘛要牵扯到别人 我冷冷地回答 我是在闹吗 这种维护姿态需要做得这么明显吗 我抽开她的手 逐字逐句地看着她说 柳如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已经说了我不喜欢你 她冷笑着回答 你不喜欢我 还能喜欢谁 十七年的感情让我有足够的自信 认定我非你不可 我苦笑着说 可我好不容易重回高三时代 我只想为自己而活 我走向柳如烟身后 那个眼神落幕的少女 那是年纪第一的学霸楚又薇 我站在她身边 对柳如烟说 我喜欢学习 我想考青北 然后转身对楚又薇说 学霸 以后可能要经常找你请教 拒绝柳如烟后 我们陷入了冷战 大家都在猜测 我一天不到就会主动去找她 甚至还设立了赌注 而我却冷笑着下了一个赌注 永远不会再找她 纪博达是不是吃错药了 有人悄悄地说道 柳如烟气得要死 纪博达没给她带早饭 刚刚已经发了好几痛脾气了 这并不关我的事 我现在只想学习 只求她不要再来打扰我 其实我高中时成绩很好 只是高三时跟柳如烟在一起后 也顺应了她的想法 留在了本地上学 后来我知道 她是故意的 因为伊藤城也在这里 打开书包 我才发现里面还有我给柳如烟准备的文具套装 我拿出来的时候 就听到柳如烟的同桌说话 我就说她撑不过一上午 而柳如烟一脸傲娇 似乎在等着我亲手为她奉上 我只是把东西都拿了出来 转头送给了我的同桌楚又薇 我笑着对她说 学霸 如果你不喜欢 我就扔了 听到我说要扔掉 柳如烟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甚至重重地踢了一下前面的桌腿 让我意外的是 楚又薇接过文具后 说了一声谢谢 并收下了 决定要好好学习 远离他们两人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的水平离目标大学差得太远 但我爱死了那种与数学单挑 奋战到深夜的感觉 原来 不以柳如烟为中心的生活居然如此有趣 高三开学的试诗大会很快到来 上一世我被推上演讲台 穿多着向柳如烟告白 我当时说了些什么呢 说的是美好的青春就要不留遗憾 喜欢谁就要去表白 我对自己充满信心 相信能和柳如烟一起考上同一所大学 剩下的时间 我决定用来享受学生时代的美好 一时间 全校震惊 甚至还被请来家长 现在想来 我真想揍以前那个恋爱脑的自己一顿 此刻 我在人群中默默地背着单词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然而 班里有个女生突然开口提议的 纪伯达不是学过播音主持吗 让他代表全班上台说两句呗 一些同学跟着起货 这是在笑话我吗 让我当众向柳如烟表白 真丢脸 他不是拒绝了柳如烟吗 现在又想求和告白表达心意吗 我猜他肯定不敢 好无语啊 还自己吓住 就算不求和也改变不了 他是一条田狗 我深呼吸一口气 注定要面对的终究会来 他们想看我笑话也可以理解 毕竟 以前的我都是围绕着柳如烟传 过去17年的跟辟重生涯 就连柳如烟也觉得 这次我只是在闹脾气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一次的重生来之不易 我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柳如烟 他微微仰着头 似乎也在等待着我上台当众 向他表白 柳如烟被我拒绝的尴尬令人难以忍受 我似乎也察觉到楚又薇的目光 不知为何 我居然有点心虚 在老师的鼓励下 我站了出来 一步步走向演讲台 自信地开口说道 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高三一般的纪伯达 九月桂花香 此刻正是高三紧张时刻 背负着师长的期望 承载着自己的梦想 我们迎接高考的蜀望 我郑重宣誓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九年寒窗魔一剑 只待问鼎时 我会全力以赴 不负韶华 希望各位同学们坚持到底 让自己的理想扬帆起航 我的演讲引来全场的掌声 而上一世 我说完那番告白的话后 听到的是口哨声和不懈的嘲笑声 我终于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只是我没想到散会后 柳如烟却拦住了我 纪伯达 我们谈谈 我冷冷地回答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甚至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给他 我静止朝着教室的方向走去 柳如烟追了上来 伸手拽住了我 他不顾我的反抗 把我拉到操场旁边 质问道 你到底怎么了 我不甘示弱地甩开他的手 冷冷地看着他说道 柳如烟 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 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 然后我转身欲走 他紧紧拽住我的手腕 压抑着怒气问道 纪伯达 你在发什么疯 我冷笑着回答 发什么疯 这是不是要问问他了 伊腾成来找我的时候告诉我 柳如烟会向我表白 只是在他那里受了气 两个人冷战后 伊腾成又找了他们班里一个女生暧昧 柳如烟气愤地扭头跑来向我表白 因为他笃定我是喜欢他的 不会拒绝他 他利用了我的感情 我低头看着已经红肿的手腕 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 然后指着站在人群最后的人说道 不是喜欢他吗 你们两个人赌气拿我忌天吗 难道我是大冤种吗 任你们摆布的吗 我冷笑着问道 柳如烟愣在原地 眼神注视着伊腾成离开的背影 然后警告地看着我说 纪伯达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干嘛要牵扯到别人 我冷冷地回答 我在闹 这种维护姿态需要做得这么明显吗 我抽开他的手 逐字逐句地看着他说 柳如烟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已经说了 我不喜欢你 他冷笑着回答 你不喜欢我 还能喜欢谁 十七年的感情让我有足够的自信 认定我非你不可 我苦笑着说 可我好不容易重回高三时代 我只想为自己而活 听完我说的话 柳如烟愤怒地低吼 纪伯达 今天你错过了就别后悔 自操场那天不欢而散后 每天早上伊腾成都会跨越三个楼层 给柳如烟送早饭 也会在课间操时给他贴心地准备饮料 一时间 大家都在传他们俩是一对 而柳如烟也没有否认 但还是有好事者跑来问我怎么看 正在跟物理大提搏声搏死的我 听到后只是淡淡回道 挺好的 他这样就不会来祸害我了 实在是做不出来 我还是用笔戳了戳旁边的柳如烟 然后把试卷推了过去 我就写了一个步骤 后面想不出来了 柳如烟只是扫了一眼题目 白皙修长的手拿起了旁边的笔 我看他是要给我讲题了 赶紧拿着小本门凑了过去 我似乎看到他嘴角一闪而过的笑容 这道题要用这个公式 我们先来审题 不得不说 厨佑威真不愧是学霸 这种大题从他口中讲出来 非常通俗易懂 三言两语就给我理顺了 我趁机把小本门上的错题递了过去 你再帮我看看这些吧 有些我虽然懂了 但他还是专注地给我讲解摘抄下来的题目 我突然回想起以前真的是愚蠢至极 大学霸就是我同桌 我居然眼里只想地谈恋爱 他要开口的时候 我又离他近了一些 谁知道一个篮球突然砸了过来 下一秒鼻子一阵剧透 温热的血液从鼻腔流了下来 我根本来不及看谁是肇事者 就被一阵风冲过来的柳如烟扶住了头 他快速从包里抽出了纸塞在我的鼻子里 语气中透着说不出来的着急 痛吗 然后拉着我就要去卫生间 我正脱开他的手 冷冷地看着他 柳如烟 你有病吗 他一动不动 低垂着眼眸看着我 记博答 你的喜欢就这么短暂的吗 那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男人是最善变的动物 短暂 我都要被他气笑了 上一世 二十多年我都是围着他转 结婚的时候 他流着泪发誓会和我生生世世白头偕老 我一次次的相信他 一次次的纵容他 因为我的整个人生都有他的参与 我当时天真的以为跟他一起变老是很浪漫的事 可是我高估了他 也低估了自己的感情 心里突然有点酸涨 可我还是直面着他的目光 柳如烟 大家都知道你跟伊藤城谈恋爱 你们谈就谈 拉上我干嘛 让我看着你们打情骂俏吗 声音不大不小 但教室里的同学都能听见 人群中传来讥讽的笑 可柳如烟却慌了 他要来拉我的手解释 我没有跟他谈恋爱 我瞬间躲开了他的动作 你还是喜欢吊着别人是吧 柳如烟 你可挣扎 我没有 是他自己主动的 话刚说完 门口喷的一声 伊藤城双眼通红的站在门口 脚边掉下来的是要送给柳如烟的饮料 他顿了顿 转身就走了 我看到柳如烟愤恨的双拳紧握 下一秒 他追了出去 柳如烟从包里掏出了湿精纸递给我 要不要去卫生间 我摇了摇头 不用了 明明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可是眼眶却止不住的发酸 我赶紧低头掩饰尴尬 以前每一次的二选一 我都是被放弃的那一个 可重来一时 仍旧是难过 或许这只是来自二十多岁 纪伯达的条件反射吧 于是我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手心 强烈的痛感传来 我在心里默念17岁的纪伯达 这次自己一定要赢 此时楚又微温柔的声音传来 这些问题有很多解法 你要听吗 我赶紧用手擦了擦脸抬起头 对他刺着个大牙笑着 当然听呀 那天晚自习 楚又微把他整理的物理笔记 推到了我眼前 这些或许你能用得上 我翻开笔记本 里面是他汇总了物理的每个知识点 上一世他考的是清北 听说毕业后又回到了我们这 明明有更好的选择 但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我写了一个纸条递过去 楚又微你觉得我从现在开始努力 能考上清北吗 他展开纸条 高挺的鼻梁下 他嘴角勾了勾 开始提笔 我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我很怕他回我 就你这水平甭想吧 可展开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 一定能 或许是这一世 想改变命运的欲望太强烈 也或许是有了来自大学霸的肯定 我燃起了熊熊的斗志 开始梳理知识点 以前我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 很多题目都是一知半解 现在我从最基础的开始复习 把课本上的知识嚼了又嚼 得益于跟褚优威是同桌的关系 我把这个学霸资源用了又用 甚至还趁机加上了他的绿泡泡 我的借口就是方便咨询一提难题 他的朋友圈发的动态很少 但重复出现的只有一盆向日葵 或许这盆向日葵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吧 就像以前 柳如烟总是在朋友圈若有若无地发一些枝子花一样 枝子花的花语是永恒的爱 后来我读懂了 那是代表柳如烟想和伊藤诚白头偕老的含义 最近伊藤诚好像没来给柳如烟送早饭 但出乎意料的是 我桌子上多了一瓶酸奶和面包 我问褚优威是不是他放的 他也是一脸不解的摇头 后面的女同学戳了戳我的背 小声说道 纪伯达 我早上看见是柳如烟送来的 呵呵 两人冷战后又跑到我这找存在档了 我甚至都没转头看他 直接将东西扔进了门口的垃圾桶 柳如烟伸出脚拦住我 眼底里全是怒气 纪伯达 你什么意思 早饭是我买的 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要我怎样对待你 是我要跪下来给你磕头认错吗 他目自欲裂 纪伯达 你闹也闹够了 到底还要怎样你才能理我 我双手插兜 不懈的看着他 把他上一世说的话 原封不动的还给了他 有完没完 能不能找点事做做 我很忙的 没空理你 我确实很厉害 月考成绩都出来了 我从班里的中游一下升到了前十五 当然更厉害的还是楚又威 稳稳的位居榜手 我都后悔前两年那么好的时光 居然都把心思用在了柳如烟身上 在光荣榜上站了一会 我起身要走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楚又威站在我旁边 我指了指上面的照片 拍得挺好看的 他顺着我的方向看过去 点了点头 倒是一点都不谦虚 回教室的路上 他突然开口问道 纪伯达 你确定要考青北吗 我抬眼看他 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肩上 他的眼神真挚又明亮 倒映出了我的模样 我迎着他的目光重重点了点头 楚又威 我总有一天会出现在你名字旁 可是我没想到 伊藤城居然来找我了 上一世我跟他整个高中都没有交集 这一世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改变了剧情 所以让一些人物关系发生了改变 他在体育课上将我堵住 我生怕发生一些白口莫变的事情 于是打开了手机录像功能 他上来就想要打我一拳 被我眼睛手快挡住 我挡开他的手 他恶狠狠看着我 纪伯达 你以为你玩这些打戏 柳如烟就会喜欢你吗 我笑了 我看你是大脑完全不发育 小脑发育不完全了 我要他的喜欢干嘛 他的喜欢又值几分 你喜欢他 你找他去 你们两个人吵架 别拿我出气 我可不是垃圾桶 什么都回收 我真的不想跟他多纠缠 转身要走 他拉住我的手 我警告你 柳如烟喜欢的是我 实相的话你就离他远一点 大哥你给我整笑了 你若是有病就去看 还有柳如烟喜欢谁 我一点都不关心 有空在这里找我麻烦 不如多写两道题 浇灌一下自己秀斗的大脑 怪不得说他跟柳如烟是一对呢 两个都是听不懂人话的 对于这种人 我话都不想多说 刚走到足球场旁 一腾成又追上来拦住我 下一秒一个足球朝我们飞来 多亏他挡住了我的视线 球直接砸在了他身上 他摔倒在地 但我因为被他拉住 惯性作用也摔在地上 不远处的柳如烟冲了过来 怎么回事 一腾成扶着额头 假惺惺看着他 头好痛好晕 我是不是脑震荡了 好家伙 我真怀疑他脖子上长的脑袋 只是为了显高用的 砸的是身上 这都能脑震荡 这是他突然抱住柳如烟的腿 我只是想找纪伯达道歉的 谁知道被他推了一下 我真的没想过伤害他 我只是想让他别不理你 你别生他的气好不好 又是这种桥段 上一世我见过太多次了 而每一次我反驳 柳如烟都会冷眼看住 让我不要没事找事 这次我没说话 撑着手要爬起来 谁知道柳如烟却一个剑步冲到我身旁 他直接将我抱起 纪伯达 你受伤了吗 快给我看看 这个举动让躺在地上的伊藤成 和在他怀里的我都震惊了 他低着头看着伊藤成 语气没有一丝温度 你自己不学习 找他干嘛 伊藤成的脸都黑了 委屈地看着他 上一次我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我不喜欢你 你别再来找我了 另外 如果我再发现你打扰纪伯达学习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让柳如烟走开 只是手擦破了一点皮 连血都没有出 柳如烟还是固执地给我贴上了窗壳贴 他低着头 一向骄傲的他第一次放下姿态 声音里带着气球 纪伯达 上次你被篮球不小心砸中后 我就跟伊藤成没来往 所以你能不能别这样对我 我总觉得上一世在活场里 我遗忘了什么事情 但是怎么都想不起来 只是我依旧不想跟柳如烟有任何的牵扯 他送早饭 我给了前面的胖哥 他送零食 我晚自习钱分给大家吃 他给我准备礼物 我全部退回 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他开始重复我以前为他做的事情 可我依旧没有理他 准确的来说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跟他纠缠 我一心只想着学习 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把目标设得很高 最后哪怕你没有达到 但你离目标也不会太远 我把这句话贴在了桌子上 时刻提醒着自己 楚又微看到后笑了笑 但没有说话 他拿起笔在背后加了一句 等我上清北 我不确定这句话是写给我的 还是写给他的 但我依旧记得 秋日的午后 微风拂过教室的窗帘 眉眼清澈的少女穿着校服 紧握着笔郑重的书写着梦想 我们相视一笑 原来学生时代也可以为了梦想 和某个人产生心有灵犀的默契 日子过得很快 期中考如约而至 我这次又进步到班级的第十名 就连班主任都夸我进步绳索 不过离前五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对试卷又做了复盘 现在我薄弱的是物理和生物 还得加倍努力才行啊 是不可以不鸿意 任重而道远了 天色昏暗 校园里的路灯刺得亮起 远处的高楼灯火炉灼 我跟楚又威并肩走在回寝室的路上 快到门口时楚又威说道 纪博达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进前五的 还有我可以帮你的 我看向他眉眼舒展 然后回了他一个欧力给的手势 没有人能拒绝女大学霸的邀请 而楚又威真的是说到做到 他带着我梳理物理知识点 不厌其烦地跟我讲解每一道题的思路 一段时间后 我感觉确实自己做题的思路有了提升 每天晚自习开始前 他就在操场旁手着 而我必须完成指定的背诵任务 那天我背着物理公示 突然天空挑起了雪花 在灯光的照射下 雪花悠悠地柔柔地落下 然后在手掌心融化 我伸手抚摸着雪花问道 楚又威 我想考的是青北 你呢 他目光灼灼地看了我好一会 随后转过去接了一朵雪花 我也是要考青北的 楚又威 我一定会考上的 我知道 我低下头来莫名有点伤感 想着上一世的种种 像是一场梦一样 这种荒谬的事情 谁都不能理解 我很怕这一世 又会出什么妖蛾子 很怕重来 我依旧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扛着 把所有的悲伤 化作为向前的基石 可能是看我许久没说话 楚又威来到我身旁 柔声说道 纪伯达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可以跟我说 我仰起头 努力掐着自己的手掌心 生怕被他看出我的异样 我一个男子汉眼眶居然会红 我不想认输 我也不能输 于是我深呼一口气 对着他说道 楚又威 你要不要跟我赌一把 他的声音带着点笑意 你要赌什么 赌我会追上你 最后一朵雪花落下时 我听到了他的回答 你会赢的 期末考前 我跟楚又威被叫到班主任办公室谈话 这次期末考也是全省第一次模拟考 都说一模的成绩会遇试高考成绩 所以班主任跟前时的同学都进行了谈话 他让我们不要紧张 平常心对待 没想到出来 迎面就碰到了柳如烟和伊藤诚 伊藤诚是唯恐天下不乱 这不是理科第一的楚又威吗 继伯达怎么不舔柳如烟跑去舔大学霸了 柳如烟的脸变得很难看 楚又威想说什么却被我拉住了 我觉得没必要跟他们费什么口舌 谁知道他又开始讽刺起来 没看出来啊 手都拉上了 柳如烟是对你不够好吗 脚踏两只船 左拥右抱 你真是丢我们男人的脸 我这一次终于还是没忍住 我怒对过去说道 我说怎么大老远就闻到一股臭味 原来你口臭还没治好啊 一个文科吊车尾般的插声 你语文及格了吗 就在这里大放厥词 伊藤诚刚要开口 柳如烟打断了他 你有完没完 他莫名背后 脸上有点不可置信 柳如烟 我为你说话 你还怎么对我 我也是为你好啊 楚又威我们聊一聊吧 我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 但是回到教室后 柳如烟的气焰感觉一下子就没了 我顿了顿 如果你是真的想我们大家都好 那别打扰我了 我绕过他 头也不回地走了 而他站在走廊里 额前的刘海掉落下来 遮住了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看到他好像哭了 期末考分数公布出来了 我刚刚第五名 尤其是我的物理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把成绩发给了楚又威 我是不是很厉害 他很快回复 还不错 不过还要继续努力 毕竟某些人说了要追上我 此话一出 吓得我又赶紧做了两套试卷压压尽 寒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把自己锁在家里好好学习 就连每年要去给柳如烟家拜年 我都没去 我妈担心我 儿子 你要劳逸结合 别把身体弄垮了 他不懂我是不想再看到柳如烟 何况学习是真的上瘾 我恨不得一天的时间都在家里学习 写到深夜 看了看窗外又下起了大雪 地上已经堆积了很厚一层 我换上了羽绒服 准备去堆个雪人 我蹲在地上刚把大圆团做好 眼前突然多了一双血 往上看去是柳如烟 他手里还提着保温筒 我扫了他一眼 又继续手里的动作 今天你没来 我担心家里没人给你做饭 我想着你没吃 就给你送饭来了 我没理他继续做第二个雪球 冷风灌进我的鼻子里 冻得我打了一个喷嚏 而下一秒 柳如烟扯下自己的围巾就要给我围 我伸出手来挡住 不用了 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有些尴尬 半场他又收了回去 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也跟着我蹲在地上堆起了雪人 我来帮你吧 很小的时候 我和柳如烟就喜欢一起打雪仗 喜欢堆雪人 他总是说我堆得一点都不好看 嘴里嫌弃着 手里的动作却没停 我就趁机把雪团朝他脖子里丢去 记得在我16岁的那年冬天 我依旧这边跟他嬉闹的时候 却恍然发现 原来柳如烟是大眼睛的萌妹子 我想要捉弄他 却被他躲开了 然后脚下一滑 我们一起摔在了个狗肯尼 我们两个呼吱呼吱的喘气 却又笑得不停 那个时候我躺在他身边 想的是我这辈子都要跟柳如烟在一起 不会让他受一丁点的委屈 只是在18岁的今天 我们却只有相顾无言 我在雪地里待了多久 柳如烟就陪了我多久 直到我抽出一只笔来做雪人的嘴巴 这才听到他颤抖的声音 我跟伊藤诚真的没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不喜欢他 也不会跟他在一起 不管你相不相信 纪博达 你在我眼里心里都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起走过18年 你能不能别不要我 说到最后 他的声音带着些哽咽 你明明说过长大后会娶我 一朵又一朵的雪花落在柳如烟的头上 我拉紧了帽子 用很平常的语气说道 你就当是我变了吧 柳如烟 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会让我觉得不舒服 我不喜欢你了 请你高抬贵手 别再来缠着我 我转身的时候被他拉住了 你真的喜欢上楚又威了吗 我耸了耸肩 又用了他上一世对我说的话 对他说道 你要这么想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那天我上楼后柳如烟一直站在楼下 而我却不以为然 继续跟我的物理试卷熬战 过年的时候 柳如烟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那是我去年送给他的豪华大乐高 那是我拼了整整三个通宵才完成 我满心欢喜地送给他 柳如烟却不以为然 把垃圾丢到了一边 我没回复他 直到快零点的时候 楚又威发来一条消息 纪博达 新年快乐 我刚要回复 对话况又多了一句 送你一个礼物 我打开后 是一个楚又威又重新整理的物理经典题目表 楚又威很有心 但这可瞒不倒我 我该送他什么好了 于是我把惠总的语文知识点打包发给了他 震惊小帅语文140分的秘诀都在这 很快楚又威打来了电话 纪博达 这次你一定要好好的 你会考上清北了 你也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楚又威的声音带着少女的娇润 让人听了心里痒痒的 我笑了笑 怎么突然说这些美女学霸 不会是因为我的语文笔名好 你就怕了 是的我怕了 你怕什么 空气安静下来 顿了顿我才听到他的回答 当然是怕我追不上你了 我笑得很真挚 楚又威 我们五个人就像海绵宝宝一样 不断地吸收着老师们提供的知识 反复地充赢着自己 每每在课前 大家讨论着梦想的大学生活 眼看着又到了百日逝世大会 这一次是楚又威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 他带领大家宣读誓言 最后他说希望大家迎着太阳 向着光明 我一愣 想起了我高一的自我介绍 我叫纪博达 我是迎着太阳出生 就像向日葵一样 会永远向着光明 我看向台上 隔着很远的距离 似乎楚又威的目光也落到了我的脸上 一张张纸卷 一次次考试 就是高三最后一学期的日常生活 二摩我考了第三名 一摩我考了第二名 不仅是年级的第二名 还是全市的 这一次 我跟楚又威的分数差距进一步缩小 我刚想要嘚瑟一下 他就按住了我 让我把物理试卷拿出来好好分析错题 我高兴的劲瞬间没了 满分的大神咱惹不起啊 我只能乖乖地听话 高考前几天 晚自习快下课的时候 楚又威突然开口叫我 纪博达 高考你要加油 我肯定会的 我可是向上天祈祷重来这一次的机会 怎么可能不珍惜呢 嗯 你遇到什么问题一定要跟我说好 需要帮忙的也要找我 还有 我转头看着他笑了笑 还有什么呀 他摇了摇头 没什么 京都很美 我们要一起去爬长城 说完 他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平安符放在我桌子上 大年初二的时候去求的 希望给你带来好运 我拿起平安符看着出神 为什么你到现在才给我 不过也不晚 谢谢美丽的楚大学霸 一阵沉默后 只有我们两个人比肩划过纸张的声音 我侧过头看着他 恍惚间陷入了沉迷 我不自觉地喊道 楚又威 那么我们京都见了 当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却没想到去考试的路上被人拦住了 几个混混挡在我面前 我皱眉往一边走去 他们嬉笑着堵住我 确认了是专门冲我而来 可我自认为没有得罪过人 能来找我的只有一个人了 是一腾城让你们来的吧 谁找我们来的并不重要 我们只是想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今天是我高考的日子 要是你敢反抗 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说完他们几个看着我的手脚 估计是想弄费我 我意识到硬拼肯定不行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别去今天的考试 可我努力了这么久 怎么甘心就这么错误 我将手放在口袋里 想要拨打报警电话 突然背后传来的柳如烟的声音 你们人多 欺负我哥哥算怎么回事 红毛冷哼一声 小姑娘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看他们摩拳擦掌 人又比我们多 于是我果断地拉了拉柳如烟冲了过去 可没等我们反应 为首的红毛就冲了过来 柳如烟一把护在我身前 纪伯达 你快走 突然有个声音响起来 戴帽叔叔 那里有人打架斗 这时楚又威也来了 混混们听到有戴帽叔叔 马上就跑了 我们三个赶紧逃离了现场 好在我们速度够快 在距离考试还剩五分钟的时候 戴帽叔叔一路护送我们顺利赶到了学校 进去前 楚又威塞给我一颗糖对我说 纪伯达 加油 你要想着我们要去京都的目标 两天时间就像在梦里一样 很快就过去了 好在那天柳如烟没错过考试 虽然他不顾危险想要救我 但我并不想欠他人气 经过调查 也没查出什么来 那些混混判定为寻衅滋事 所以只是口头教育了一下 可我知道 这背后一定有伊藤城的影子 晚上班级组织聚会 碰巧和伊藤城他们搬在同一个地方 我拿着啤酒瓶走了过去 然后一下敲在他脑袋上 人群中瞬间爆发出尖叫声 我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之前的录音 那句伊藤城 柳如烟喜欢的是我放出来时 他的脸色顿时煞白 我又一拳打过去 伊藤城你找人赌我 让我不能去高考 这件事我们得好好聊聊 我看到他眼里闪过慌了 看来我猜对了 可是他却突然一拳朝我打来 只不过被我轻巧地躲开了 他吼叫着 纪伯达 你特么是疯子吧 有本事你报警啊 我确实是疯子 能重来一世 我已经没什么好事去和在乎 伊藤城像是找到了救星一样 拉着柳如烟的衣袖 柳如烟 那件事不是我 你快报警 柳如烟刚想开口说话 直接被我打断了 心疼我打你的白马王子了 是吧 可那又怎样 你越是心疼我揍得越开心 没想到柳如烟却说道 我相信你 纪伯达 接下来的交给我 我有些疑惑 但他却先拉着伊藤城走了 我也没有心情去聚会了 坐到一旁的椅子上 突然觉得挺没意思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世 柳如烟会有这样的变化 但一切都太迟了 我摸了摸心脏的地方 恨他吗 我想我是恨的 恨他践踏我的爱 让我为了自己的不清醒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要我现在还爱他吗 或许上一世还有吧 只是都被那场突然而来的 大火烧得一干二净 突然觉得嗓子干涩的厉害 我迫切的想要喝点什么 一瓶水滴到了我眼前 是楚又威 不知为何 我觉得有点心虚 刚才的事情他应该都看到了吧 他会不会觉得 我不分青红皂白诬陷别人 毕竟那天是我们一起抱的景 而结果我们都知道 我抬起来头看着他 是不是觉得我是小人 他摇了摇头朝我走近 然后坐在我旁边说道 那么你现在的心情好点了吗 我一瞬间有些错愕 很快转过头来点了点头 又赶紧摇头 报了仇似乎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开心 他从包里掏出一瓶酸奶 打开递到我面前 那你喝点这个吧 解酒的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 美女学霸 来人发现怒 可不是靠一瓶酸奶就可以了 我看到他的脸一瞬间变红了 就连耳垂都红了一片 半晌他才开口 那还请以后多多指教了 说完 他低垂着魔舞嘴笑 聚会还是要继续 我不知道柳如烟跟伊藤城说了什么 反正晚上就没看到他 而他回来后变得很奇怪 时不时看着我 眼神里多了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 在同学们的各种敬酒环节下 他走到我面前端着酒杯 下一秒几滴眼泪流了下来 他说对不起 纪伯达一切都过去了 还有柳如烟 希望我们的纠葛就此结束 我实在是不想跟上一世一样 他的呼吸声沉默了片刻 柳如烟伸手摸了摸我的眼睛 我听到他压抑着声音问道 纪伯达你的眼睛还痛吗 我愣愣地看向他 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原来是因为我以前那么伤害 你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原来柳如烟也重生了 而我一直没想起的事情终于想起来 为什么那天伊藤城会上门 是因为我在医院检查的时候遇到了他 我眼睛出现了问题 一直在找合适的眼角膜 而眼睛为什么会这样 是我去机场接柳如烟的时候出了车祸 那天他却去找了伊藤城 一夜未归 后来他不停地忏悔 说要帮我找到合适的捐赠者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 我可以不用忍受即将失明的痛苦 但是却碰到了伊藤城 他知道这个消息后脸都黑了 而我却满怀激动 想等柳如烟下班后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没想到却等到了伊藤城 如果我们一起陷入绝境 你猜他会选择谁 还有柳如烟怀孕了 你们这么久没有夫妻生活 就不用我说孩子是谁的了吧 我终于清醒了 果断地选择了离婚 只是我没想到会突然出现火灾 这场火来得很古怪 在被大火吞噬前 我听到了柳如烟的声音 他喊的是伊藤城 我不死心地叫着救救我 可是我看不见路 而我知道的是 柳如烟拉着伊藤城走了 他头也没回 那一刻我彻底绝望在原地 等着死亡的宣判 我轻轻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我一个大男人 从小就没哭过几次 被柳如烟无数次放弃 我都没有哭 眼睛失明了我没有哭 可现在我哭了 是感谢上天给我重生的机会 让我重见光明的机会 包剑里 柳如烟想上前抱住我 却被我无情地躲开了 你走吧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愣在原地 单薄的身影瞬间变得沧桑了一般 他哽咽着声音 眼泪不停流下 纪博答 对不起 对不起 柳如烟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拖着我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又要摆出现在这副示弱的样子 我转过身去淡淡的 柳如烟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他蹲在地上失声痛哭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像是一个失去挚爱的可怜人 不一会 他双眼不满血丝 伸出手臂想来触碰我的手 我以前真的很扎 纪博答 真的对不起 他仿佛只会说一句对不起 可被践踏的心 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痊愈 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的 他又说 不管你信不信 我服依腾城 只是因为他离出口更近 而且消防员马上就到了 所以我没有回头 不 柳如烟 如果我在你心里最重要的话 你的眼里不会有别人的 何况我当时还是一个瞎子 他像是被我戳中了痛楚 身子颤抖着 绝望的 痛苦地看着我 最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定一样对我说 可以给我最后一个拥抱吗 我摇了摇头 我想没有必要了 临走时我听到他的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 纪博答 我会向你赎罪的 可是太晚了 我不在乎了 聚会散场后 我喝得酩顶大醉 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重重地敲打着我 是细感让我喘不过起来 楚又微拉着我的手 眼神里满是温柔 要是觉得难过 我的肩膀可以给你靠 可我一个大男人啊 他才多大的小身板 但我还是靠了过去 眼眶有点发酸 两行泪流了下来 我以为刚才我就已经把眼泪流干了 可是并没有 在夏夜的微风中 楚又微轻轻拥住我的头 让我靠在他柔软的怀里 少女好闻的气息瞬间包补住我 纪博答结束 我死死抱住他的腰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他轻拍着我的背 语气温柔又坚定 我们都会有更好的未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柳如烟 是他来我家楼下叫我 他穿着蓝色的T恤 整个人清爽又闪亮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初中时 他在楼下等我一起上学时候的样子 我刚准备把窗户关掉 柳如烟对我挥了挥手 笑了笑 纪博答 再见了 我没想到在这个寻常的午后 这句再见是这个意思 象牙小区突发大火 消防人员赶来时 屋内两人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据悉两人系今年高考考生 具体情况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中 这一天高考初分 那是我和柳如烟初中毕业单独的合照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他靠在我身上 背面有一行字是我写 我纪博答会永远做柳如烟的太阳和依靠 温暖他照耀他 还有一支笔 是那玩雪天我留在雪人身上 以及柳如烟留给我的一封信 纪博答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不知道我上辈子居然对你这么的不好 我真的好后悔 我其实没有不喜欢你 相反是我爱你 我只是有时候分不清对你是喜欢还是习惯 直到伊藤诚出现 他的性格跟你不同 我以为我是喜欢他的 是让你开心了还是让你变得更好 然而我都没有 我只会让你变得颓废 他说如果我想让你开心的话 就替你扫平一切前进的阻碍 那时我才知道 他做的不比我少 他甚至找人去教训了伊藤诚 还警告他不许来找你 我以为这一次你是因为伊藤诚 所以我很早就远离了他 想重新获得你的关注 可你对我只有冷漠 我的心比刀割还要痛 直到聚会那天 我想起了一切 原来我们上辈子真的结婚了 如果是现在18岁的柳如烟知道 肯定会高兴得整夜睡不着 可是你却死在了那场大火里 而且还是因为我 上一世 我知道那场火是伊藤诚做的手酒 所以这一世 就让我来替你做点什么吧 真希望18岁的柳如烟死的彻底 这样就不会有25岁 践踏你真心的柳如烟了 如果你看到了这封信 证明我成功了 记博答 这一辈子你要幸福啊 千万不要记得我 如果有下一辈子的话 我再亲自向你赎罪 到时候 你别再推开我了好吗 我出来后 除又威给了我一个拥抱 眼光刺眼的厉害 我的眼睛有点睁不开 想倾诉的话 我可以当听众 心痛吗 没有 只是怅然罢了 上一世 我为我的执着付出了代价 这一世柳如烟用她的生命 进行赎罪 从来的结局居然是这样 是我没想过的发展方向 那天我和楚又威绕着湖边 走了一圈又一圈 我没说话 她就一直这么的陪着 直到星光闪耀 开学转眼就来 我和楚又威坐上同一班飞机 我问楚又威 你为什么要考青北 楚又威腆一笑 因为你想考啊 那你又为什么喜欢向日葵呢 楚又威说 我记得开学的时候 有个同学上去自我介绍 他说他叫纪博达 迎接太阳出生 永远向着光明 听完后我大言不惭道 美女学霸 你不会从高一就暗恋我了吧 是啊 所以要不要当我男朋友啊 很久很久后我才知道 原来我跟楚又威的牵扯 早在上一世就有了 这一世是因为我说要考青北 楚又威才会考青北 而上一世楚又威考青北 是因为这一世的我说过想要去 我笑了笑 握紧他的手 女朋友 以后请多多指教 全文已完结 喜欢看的义父们戳一戳屏幕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